好 天氣冷很多人想吃火鍋 但有民眾到臺中北屯吃火鍋 在醬料區發現香油裡面有小蟲 連剉冰裡面的配料 也有蒼蠅浮在百香果醬上 黃色香油醬料裡頭飄著 黑色點點變成百香果醬 仔細看原來是黑色小蟲 來到剉冰區正牌百香果醬 前面沒想到也特調 裡頭多了一隻黑色小蒼蠅 用餐民眾看了胃口盡失 民眾當下告知店員醬料有問題 店員卻直接把有問題的醬料收走 沒有任何表示 讓民眾滿肚子怒氣跟疑問 事發在台中市北屯這家火鍋店吃到飽 氣溫急降許多民眾前來吃鍋取暖 胃口盡失的民眾把影片PO網 網友補刀說是天然蛋白質大顆的百香果種子 還說是人者蒼蠅嗎 事件延燒業者趕緊出面道歉 臺中市食安出貨報也前往稽查 初步沒有發現並沒蹤跡 不過發現天花板脫落 砧板磨損取餐區有灰塵等狀況 限期二十五日前改善不然依法可罰最高兩億元 記者綜合報導